欢迎来到《不倒涌投资学》第42集 今天是2019年11月12日 而我们今天的题材就是汇丰银行第一集 汇丰银行历史悠久,大家都知道 但有很多历史的数据,大家可能未必那么清楚 在这一辑里,我们就讲一点关于汇丰银行的过去历史 首先我们知道汇丰银行成立于1865年 距离现在已经有154年的历史 当初它不是叫上海汇丰银行 而是叫上海汇丽银行 为什么要成立这家银行? 最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公司 他们就是在欧洲、印度和中国 这两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正在做贸易 当时的情况又不像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 所以做贸易的融资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汇丰银行就想到 不如我们开一间这些银行 做贸易的往来 所以就可以从中赚到钱 这就是最基本的 汇丰银行 为什么要成立的原因 汇丰成立公司的初期 它也有一个公司的废章 而这个废章的样子 就像这一幅图 是不是很有英国的贵族那种感觉? 而当时的汇丰银行 就是属于一种地区性的银行 扎金于香港 但是自从在1992年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全资收购了米特兰银行之后 汇丰就将总部由香港移到伦敦那边 移到伦敦那边之后 汇丰的策略就开始改变了 他不单只要做地区性银行 他要做一个环球性的银行 所以他现在就做到了 另一件事就是 汇丰觉得这个徽章太复杂了 如果要做的话 都相当之廢时 所以最终他们就重新设计了一个新的地区 而这个地区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见到的 是不是又简单又容易认呢? 这个就是汇丰的发展的历程 汇丰银行在我们香港人的心目中 是举足轻重的 就是好像我们香港人 经常都要捧曼联的 是有一种情义结的 另外汇丰银行的业务遍布全球 比李嘉诚还要势力 李嘉诚在52个国家有他的业务 在汇丰银行有72个国家都有他的业务 都是属于他的做生意的范围里面 另外汇丰银行也有很多很长程的股东 加加万万是超过20万个汇丰银行股东 遍布全球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 以前或者现在 汇丰银行的利润 原来大部份都是来自亚洲地区 亚洲地区有没有我们香港人粉? 一定有 现在给你们看一幅图 这幅图就是2018年 以地区性划分 是岁前的盈利 以美元来计算的 我们不要看那些数字 我们只是看那些百分比 你看到百分比有很多人害怕的 欧洲那边不要说了 在亏钱 所以是对汇丰银行完全没有什么贡献的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这个亚洲地区 亚洲地区贡献 那个税前的日利是接近九成的 那其实汇丰银行是不是一个 环球的银行? 还是一个地区的银行? 为什么会亚洲地区这么厉害呢? 这个就要说回头了 因为以前2007年的时候 有金融海啸 很多欧洲银行都很不够的 汇丰是唯一的一间银行 是不需要向这些中央银行 或者是政府 去哀求他们的帮助 财务上的帮助 只有汇丰可以做得到 但是汇丰避得过 这个2007年的金融海啸 不代表欧洲业务会好 欧洲业务一直上都是非常不够的 所以欧洲那边带来的盈利差 我们都可以估计到 另外在北美洲那边 大家都知道 他在美国投资也是失败的 另外就是他在美国 最后业务唯一最稳定的 就是在亚洲这个地方 而亚洲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可以赚得最多钱 就是香港 所以我们香港 对汇丰来说是很重要 但是汇丰对香港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间企业的体积太大 未必是一件好事来的 就好像汇丰那样 他的体积相当之大 他的管理相当之庞大 所以汇丰银也是另一个名字 叫做大笨象 大家不要开心 以为叫做大笨象 就想着他很厉害 其实未必是这样的意思 应该就是说大笨象 因为他的身躯实在太大了 做事不够灵活 因为整间公司的面积太大 做决定可能会被人瞎 被人迟钝 所以汇丰银这个名字 大家要记住 未必是在说他的好事 那汇丰银银的赚钱盈利又如何 我们这里就拿了五年 出来跟大家谈一谈 普普通通 汇丰银这么大间公司 又不是找不到吃 那大部分时间 他每年都可以赚超过一千亿 这条红色线就告诉你 就是超过一千亿的盈利 但是有一年就做得特别差 这一年就是2016年 那为什么这一年的盈利 会输得那么厉害 或者差得那么厉害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想说的地方 我们就想知道 究竟为什么他这一年 的盈利会差得那么厉害呢 其他地方都没问题 但是你也看到汇丰银行 其实他的盈利的增长是没有什么的 都是保持平稳的 那以一间大型企业的大笨象来说 这种盈利算是挺好的了 到底2016年发生什么事呢 为什么会令到汇丰的盈利 倒退得那么厉害呢 超过八成 原来有几笔数 是令到汇丰银行的盈利 是不可以保住的 第一个条数 就是2016年的第四季 不知道为什么汇丰银行 就录得有34亿美元的亏损 这个已经很严重了 就是说前面那三季赚得多少也好 这一季没有赚 还要亏回头 那盈利一定是大减的 另外一两条数 也很严重的 另一个应该是要支出31亿美元 应该就是属于欧洲那边 要把某些业务删除 删除就要炒人的 但是在欧洲就不同 香港的 要炒一批人 没那么容易的 尤其要補钱 应该是要相当大的支出 那当年的支出 就达到31亿美元 那这个是第二条数 那另一条数 就是其实是一些商誉 商誉也减了32亿 所以这里加加万万 是过百亿的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令到汇丰当年的盈利 就倒退了超过八成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那个股价 同时也作出一个反应 由开头的69元 他一声就一直跌到64元 那就是不见了7-8%左右 那这个就是市场上 对汇丰银行 有一个不好的看法 因为看到它的盈利跌得这么厉害 又不知道它之后 会不会每年都这么差 但是幸好 是这一年而已 之后呢 这个业务也慢慢升上去 但是 它的股价呢 没有升到上去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 当时就跌到下去 大概是64元 但是现在 汇丰的一股呢 是60元 都不够的 那你可想而知呢 汇丰银行的股价呢 是跌得相当之低残的 但是也应该有原因的 不会说没有原因 这样的 我们看看将来有没有机会呢 我们慢慢再研究 为什么它的股价呢 是都升不上去呢 虽然汇丰 它的盈利方面呢 就比较波动一些 在近几年来 但是呢 它派息 一直来呢 都是比较稳定的 而 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香港是用联系汇率的嘛 那你便会问 为什么我要提提这件事情呢 其实因为汇丰 他派的股息 是以美元为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联系汇率是在哪个地方 我们的联系汇率相当之好 因为我们有政府保证的嘛 所以联系汇率的价格 大概就在7.75至7.85之间 离不开这个范围的了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很定当的了 至于 汇丰银行呢 他派的股息呢 这么多年来 起码这五年 都是在派51千美金 51千美金 如果捷实变成港币 又大概是什么范围里面呢 我计算一下 如果幸好的话 就可以收到4元过外 这个就要看看汇率了 但最差最差 你每一股一年都可以收到3.95 差不多 所以有这个程式在里面呢 或者有这个派息的范围呢 大家就可以估计 究竟汇丰的股息的回报率呢 有多少了 汇丰的股价 不上升都不要紧 如果你是一个保守的人 想着就是 我有派息给我就足够了 反而更好 因为他的派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如果他的股价跌的话 反而那派息的回报率呢 是会提高了的 好似现在听说都应该 买汇丰银行的股票 每年的回报率都可以达到 大概是6.7%左右 那算是很不错的了 如果他的股价不升不跌的话 这个派息率呢 你买一层豪宅租出去 都找不到这个回报率啦 是不是 不过问题就是 汇丰银行的股价可升可跌 那才大事 才怕些 但是如果你是长线投资的话 你又不怕得那么多 就这样放在这里 游得它 收息才是最重要的嘛 太久之前的盈利数据 我们就不想说了 要是说近一点 就说回我们2019年 汇丰银行的表现 在这一幅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中期的业绩 因为我们2019年 是过了一半而已 所以我们就看回 2019年大概是什么状况 不过未看之前 你可以看到 从2016年开始 你看到半年的业绩 都是轻轻地有增长的 所以去到2019年的6月为止 汇丰银行上半年都不错的 赚到大概是720亿元 算是这样的了 那你说 那就是增长了多少 如果跟上年比较 就增长了大概18% 那你会问 这个数字 行不行 算不算帅 我们拿起其他 那些比较大的银行 来比较 那就会发生什么事了 在我之前 我写过一篇文章 就有说过四大银行 这四大银行 其中一间恒生银行 即是它的子公司 在2019年的上半年 它增长了多少 不是多 8%都不够 汇丰银行更好 接着呢 中银呢 中银增长更少 只有2.2% 另外还有一间 就是英国的死对头 渣打银行 它2019年上半年的业绩 是负增长的 所以如果四大银行 打云来看的话 汇丰2019年上半年 算是做得挺好的了 这个业绩 就是想知道 下半年做得好不好 但是下半年的因素 大家这一排都有眼看的 尤其我之前也说过 汇丰银行 现在最主要的盈利 都是来自香港 最近我们香港 正正是最不够的地方 所以下半年会受到 多大影响呢 很难说 如果可以保持上年的业绩 或者比上年好些少的话 其实我们都要收货 如果有倒退的话 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 因为始终来说 香港的情况这么差劲的话 它有少少倒退 我觉得是值得去原谅的 所以我们要密切留意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2019年的上半年 其实是很英俊的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 它最后的盈利发展 会去到哪里了 到目前为止 汇丰银行一共发行了 大概超过205亿股 其实汇丰银行 就没有一些大股东 据你所知 但是始终都会有人拿着股票的嘛 所以我们都要找些资料出来 看看汇丰的单一大股东 究竟是哪几个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有两间资产管理公司 相信是 持有汇丰的股权 最大的一间就是 平安资产管理游行公司 它拥有汇丰超过7% 另一间就叫贝莱德 有大概6.6% 我最怕的是 平安资产管理游行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中资的企业 中资企业成为汇丰的单一大股东 我最怕的是它会影响到 汇丰将来的发展方针 发展方向 如果它不插手的话 反而就好些 但是如果插手的话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也有点感觉 汇丰银行对着中国政府 或者中国的官方机构 都有一点点贵在这里的感觉 因为不能不低头 在香港或者大陆 这些地方要银食的话 始终都要听听中国话 汇丰银行的股价 现在是大约60元左右 这个不是最新的 这个应该是两天前我记录低的 但是汇丰的市盈率又不算高 12倍而已 如果今年是轻微地有增长的话 理论上市盈率还可以降低到12倍以下 这应该挺好的 另外 汇丰银行每一股的资产净值 就是超过71元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计数 因为它里面有多少资产 是有多少值钱 要当真是卖出去的时候才知道 但是市盈率就差点了 市盈率只有0.8倍 那市盈率拿来做些什么呢? 如果汇丰银行有朝一日 那么幸运被人收购的话 通常银行都是以市盈率来计的 市盈率很紧的时候 市场好经的时候 一家银行的市盈率可以去到2倍至3倍 现在汇丰银行只有0.84倍 肯定是大落后 所以如果将来汇丰银行可以和其他银行收购 或者被人合拼的话 应该汇丰银行的股价至少要超过100元 这个是我说的 另外汇丰银行怎么可以令股价 可以稳守着某一个水平呢? 就是透过这个叫做回购 这个回购又不是经常有的 但是我希望它每年都有 每年如果拿20亿美金 大概是156亿港币出来 就已经很足够了 如果平均以60元一股来计的话 每年应该就可以回购大概2.6亿股 虽然大概是1%的水平 就是占个发行量的1% 但是好过没有 因为始终你的股权 或者你的股票在市场上没有流通那么多的话 那供应少了 理论上是有你的股价的 你说是不是? 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全世界的营商环境 是每天都在变化的 所以如果汇丰银行不注意身边的任何变化的话 最终吃虧的是它 例如最近我们香港金融管理局 已经批发了百间虚拟银行的牌照出来 那么这些虚拟银行是属于什么呢? 根据我所理解 或者我之前在电台听到东亚银行 有些主管级人员说出来 虚拟银行就是一些网上银行的意思 但是网上银行现在可能成为一个新趋势 那么汇丰银行有很多地铺 其实需不需要呢? 这件事值得我们去考解一下 另外就是 人家既然发得虚拟银行的牌照 那么自然有人就会去劲头 渣打也没有执书给别人 他始终渣打银行已经和电讯刑方 就组成一间财团去拥有一个虚拟银行的牌照 那么人家已经是好像下了钉那样的了 那么跟着就是另一间 中银也都不吃虚拟的 他也都和怡和合作 也都是拿了一个牌照回来 甚至连我们最熟悉的李嘉诚和阿里巴巴 他们也都私底下组成一个财团 去竞投了一个牌照回来的 那汇丰银行好像没有什么消息 所以汇丰银行有时候叫做大笨象 有时候都对的 因为它的反应理论上就好像不是很快 但其实我最担心的 其实不是汇丰银行 可不可以发展这个虚拟银行 其实这些东西汇丰银行可能已经有了 所以汇丰银行也不是太担心的 我反而担心就是 如果将来很多银行都不需要用到街铺的话 那些分店啊 那些分行啊 就是要收拾在一间 到时我最担心就是那班员工会怎么样 因为科技的东西可以令到 不需要那么多人手 到时可能会令到 有很多的员工可能被人拆走 这一件事呢 其实我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汇丰银行呢 都拥有其他银行的股权的 而最为熟悉的呢 就是这两间了 汇丰银行呢 拥有恒生银行 超过六成二的持股量 另外呢 它要进军中国大陆的嘛 它也拥有交通银行的 大概19%的股权 那恒生银行呢 现在的市值来计呢 大概是3200亿左右 那交通银行呢 的市值呢 大概是1900多亿啦 那两间公司都不错啊 不过有一件事想说的就是 如果将来汇丰银行的盈利 如果不是太好的话呢 很有机会呢 会将手头上的股权呢 就是这两间公司的股权呢 是会出售的啊 尤其是恒生银行啦 汇丰和恒生加盟呢 就占了香港的大半壁江山的 所以呢 就不轻易将恒生银行放走的 但是需不需要拿到 62%那么多呢 不需要的 你拿着50点几个% 已经很足够了嘛 所以恒生银行呢 在汇丰的眼中呢 基本上可能有一部分的股权呢 是可以国外卖出去的 那如果以现在的市价来计的话呢 就这样买12%的股份出去的话呢 应该都可以拿到四百多五百亿回来的 那另外交通银行啦 汇丰银行一心都希望呢 可以透过交通银行呢 就打入中国市场的 但是其实他想也不要想啦 别人都告诉你 交通银行你不会拥有这个 绝对的控股权 就是五十一% 所以呢 如果到时汇丰银行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没什么必要再持有交通银行的话呢 可能将他这19%都全部卖出去的话 也都可以套现三几百亿回来 所以如果这两间公司 某些股权可以转让给人的话呢 理论上可以帮汇丰银行呢 套现到起码七百多八百亿回来啦 那这一笔数如果能入到账的话呢 会令到汇丰银行将来的盈利呢 可能会很好看 或者是有些保障的 大家想想一下这样说法 会不会有些道理呢? 有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怎样可以做一个汇丰的买卖股票的策略呢? 即是投资啦 在我这个地方的第一集 我就已经说了 最好就是月供股票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有时你觉得 六十元应该都很划算啦 走去买了它 谁不知可能突然间 股票不好大跌下去 那你就坐了艇 那你就会很不甘心 又可能又没有其他额外的金钱 因为你不再继续投资下去 眼白白看着自己坐艇 很不开心 所以呢 最佳方法就是月供股票 因为它是将一个平均方法 每个月都帮你 储少少汇丰股票 储少少汇丰股票 所以你的风险 一路上一定会比较低一点的 还有这个是长线的投资 对一些喜欢短炒的人 是完全不适合的 但是如果你是抱着 对汇丰银行 长远来说是有信心的话 其实这些方法 你赢面是很高的 另一样东西 还可以教你一些东西 就是你知道 在派息方面 汇丰银行可以给你选 你要收钱还是收股票的 我就会这样想的 如果当时汇丰银行的股价是高的话 那你就不要收股票了 你就宁愿收它的现金 那就带下带吧 自己舒舒服服 但是如果股票的价格是很低残的 譬如说汇丰银行跌下去55元 甚至只有50元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可以选择要股票 因为要了一批股票之后 你下一次这批股票 就可以再拿多些股息了 那就是说你好像是 再投资一些钱去汇丰身上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可以是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大家不妨用这个方法呢 看看可不可以长线投资 在这一只汇丰股票身上 很可能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或者有机会赚很多钱呢 没有人知道的喔 这个世界 不过就要看看你自己眼光 够不够独到啦 今天我录音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了 在香港 所以就非常之不开心的 原因就是恒生指数就跌了七百多点 那跌幅来算呢 就大概是2.62% 为什么会跌呢 就是因为今天那些反对政府的人士呢 就提出了要大罢工三罢 那呢 就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啦 亦都政府呢 或者警察方面呢 就已经开了枪了 那这次开出呢 不是向天开枪去警告那些人 是直接向着那些人呢 是射过去 那 孤密论它做得对不对也好 始终射了出来之后呢 是令到整个股坛呢 就是震惊的 那股票就不断地向下跌啦 那我们的四大银行呢 那这个表现怎么样呢 当然是没得避免啦 一定是跌的 是不是 那汇丰啦 恒生啦 中银啦 和渣打 他们的跌幅呢 都有不同的 譬如好像汇丰那样 就跌了1.75%左右 而这个恒生银行呢 就跌了2.8% 另外呢 中银呢 就跌得再厉害些 3%过外 那最后呢 就是渣打 就跌了大概接近2% 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四个跌幅呢 有些什么的启示啊 你发觉呢 原来是本地银行呢 是跌多一点啊 就是中银香港 和这个恒生银行呢 他们跌幅呢 是比恒生指数都要多的 那另外两间呢 就是汇丰和渣打啦 因为他们都属于外资的 因为他们的总部都不在这里嘛 所以呢 他们的跌幅呢 反而是少一点啊 那现在这个情况 告诉他们什么呢 就是原来的资产放在外面呢 就会是安全的 放在香港这里的 如果放在香港的话呢 跌幅就是会加深 大家再密切留意一下 这个关系 会不会继续持续 是用得着呢 如果是的话呢 那大家要考虑一下 究竟我的资产 还应不应该继续留在香港呢 不是叫你搬走 不过叫你去研究一下 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 关系呢 各位朋友 我在这两天呢 就刚刚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就有关于行农地产的 题目呢 就叫做有着中国DNA 而这一篇文章的地址呢 你们可以进去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看到的了 那是免费的 那希望如果你们有 心机有时间的话 就去看一下啦 因为都写得挺长的 另外 希望大家如果看完之后呢 可以帮我按一按些广告啊 好吗 麻烦各位啊 在这里要再一次 多谢各位的捧场啦 我的订阅人数呢 好厉害啊 已经升到665位的了 接近我的目标的了 另外呢 我观看时间呢 已经接近一半的了 非常之好 所以希望各位呢 大家继续帮忙啦 订阅多些啦 介绍给多些朋友啦 另外叫多些朋友去 like我各个的影片 那就最好了 多谢啦